每个月的中旬左右都会有恐怖数据之称的美国零售销售数据公布 这是一个怎样的数据呢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美国零售销售数据指的是 除服务业外包括所有主要从事零售业务的商店 以现金或者信用形式销售的商品价值总额 报告中包括零售销售及食品服务的相关数据 如零售销售额度、零售销售月率、核心零售销售月率等 服务业所发出的费用不包括在零售销售中 零售数据对于判定一国的经济现状和前景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因为零售销售直接反映出消费者支出的增进变化 美国零售销售数据被美国政府、企业和商业团体 普遍用于观察当前的经济状况和趋势 由于消费者支出对美国经济十分关键 因此该指数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被称为恐怖数据 零售销售数据有一定的预估性 因而其具有领先指标的意义 另外人口普查局调查的对象范围广 覆盖全国各地区各个行业 人口普查局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选择大约5500家零售和视频服务公司 然后对其销售额进行加权和基准测试 以代表超过300万零售和食品服务公司的完整范围 因而数据足以反映全美国的零售销售增减情况 而零售销售数据是反映消费者消费需求及能力的主要指标 基本能代表美国居民的消费变化 最重要的是美国70%的GDP是靠消费拉动的 零售销售数据直接反映美国居民的消费增减变化 因而该数据对判断美国经济现状和前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此很多投资者 分析师 经济学家等进入人士 都十分重视零售销售报告 在历史上 该数据公布时 往往会引发外汇和黄金市场的剧烈波动 因而也称为恐怖数据 但是并非每一次公布都会引起市场剧烈波动 投资者也要谨慎看待这个指标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-8658-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